纪宁练剑的第43年 密密麻麻的神针足足上万根笼罩了纪宁 纪宁却是手持着双剑 两道剑光亮起 顿时两道完全相反旋转的漩涡水墓出现在空中 那上万的神针袭来 进阶被这两道相反旋转的漩涡水墓进阶遮挡住 这一事便叫阴阳 纪宁点头 阴阳是面对披天盖地攻击时进行防守的剑招 纪宁练剑第51年 这位前辈怎么回事 一直力量速度都很弱 仅仅保持在子府层次 竟然要同时对付我们十三兄弟 哎呀真是奇怪 不过也是真厉害啊 我们或是进阵或是法宝远攻 竟然都都都伤不了他 十三位元神妖怪联手着 他们有的还是神魔炼体 即使手持双剑 或是一剑化黑洞 或是水墓漩涡笼罩 完全能够抵挡下 同时和进阵的那三名神魔炼体的妖怪 也是搏杀着 这一战已经持续了足足的一天两夜了 还差点 不对 纪宁已经隐隐的触摸到关键了 所以一直没停 忽然 诡异的三道剑光一闪而逝 三名近战的妖怪 进阶头颅抛飞起来 虽说头颅很快飞回来 连了起来 可这十三名妖怪完全蒙掉了 在他们围攻下 竟然还能斩掉三名原神神魔炼体妖怪的头颅 嗯 总算是有点样子了 吉宁笑了 这一剑就叫无影吧 无影式 这是最诡异且极快的一剑 它的快 仅次于滴血式 完全超乎其他三式 滴血式相对而言更加光明正大 无影式 则是更为的诡异 一艘木船在河流中飘荡 吉宁坐在船上沉思着 徒顶老仆九崖天神在一旁默默地守着 啊 练剑五十一年 以无宝剑术为根本 以我对剑道理解所形成的武士 终于有了雏形了 嗯 吉宁的心中有着喜悦之意 直到今天 对无境广阔剑的世界 他才有了真正的分类归纳 一切剑术 进阶可划分为武士 五宝剑术前两篇 也被吉宁拆分熔炼其中 使得吉宁这五大剑室 都是非常的快 明月剑术 五大剑室 维新 阴阳 低血 天崩 无影 吉宁有一种感觉 这五大剑室任何一世发展到极致 都能远超三界剑术的任何一种 当然 前提是自己不断完善下去 现如今 也才是一个雏形罢了 徒儿 牧船船头忽然出现了空间漩涡 菩提老祖 从中出现 吉宁连忙起身道 师父 老祖 九牙天神 也吓得连声恭敬心里道 连成了 菩提在吉宁对面 盘膝坐下 坐 吉宁也盘膝坐下 点头说道 不过 也就是个雏形 剑法叫什么 菩提问道 明月剑术 菩提点头 你所创的剑法不错 已有在三界中 开宗立派之气象 虽然还很稚嫩 可前途无量 哈哈哈哈 你创剑法的方法 很是有趣 竟然压制自己的实力 去和一些子府 万象 元神们进行切磋 还真的给你 创出了一套剑法来 在你之前 三界的强者中 或许 有和那些弱小修仙者 切磋指点的 可靠一次次切磋 创出绝世剑法的 还真没有啊 啊 弟子惭愧 我仔细想了想 弱小修仙者们的剑 更慢 更弱 你把自己压制得更弱 这样很弱的彼此切磋 倒也能让你在鄙视时 不断思索剑法 菩提点头道 可和弱者比剑 终究成不了大器 你将来的对手 可不是那些弱者可比的 吉宁说道 弟子明白 和弱者比剑 仅仅是创造剑法雏形 和强者比剑 双方实力都很强 反而很难看清彼此的优点和缺点 抛弃了法力 剑力 心力等力量 吉宁才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剑法 剑法雏形成了 之后才是和强者们比试来完善自己的剑法 哈哈哈哈 你倒也有耐心 菩提点头道 嗯 你明白这道理就好 我此次来也是因为福西式 吉宁顿时心中一系 福西式 当初自己献上七大法门 福西式要专门为自己创出一阵法 不过却说十年内创出 你一直在误剑 我就没想打断你 菩提拿出一卷竹剑道 这是专门为你创造 很是适合的一套阵法 你可以喜心参悟 是 吉宁恭敬结果 跟着心石渗透查看 阵法讯息涌入脑海 这是一套比行天阵要复杂玄妙的多的阵法 是根据混沌一族罗侯神体之奥妙最终创出 一旦阵法形成 即可化身为罗侯 此阵也被称之为罗侯阵 阵法共分三层境界 第一层 徐统领六千天仙 三十六万散仙不阵 单单这一层境界 就已经能够媲美最强行天神了 勉强跨入道祖层次 第二层 徐统领三万天仙 两百一十万散仙不阵 这一层境界论力量论神体 则是媲美真神道祖 第三层 徐统领九万天仙 八百万散仙不阵 这一层境界论神体 甚至比一般真神道祖更强一些 当然 如果静宁统领的话 静宁本身在道的境界上 要比真神道祖们差 大阵厉害 弥补了静宁道方面的弱势 那么 静宁便能和真正的真神道祖 进行生死厮杀 不处于下风了 前提是 能够统领九万天仙和八百万散仙 太难了 这可比统领最强行天神 要难上百倍 就算是真神道祖们 也没几个能做到的 这么多天仙散仙 静宁有些发懵 要统领起来 我 我能做得到吗 慢慢来 菩提说道 对了 你麾下 应该也没这么多天仙散仙 静宁点头 福西市帮你创造这阵法 同时 也为你安排了一支仙家军队 你可以前往大羽人族世界 去见有雄道祖 福西市已经告知过有雄道祖 你去有雄道祖那儿 就可以直接领一支九万天仙 八百万散仙的军团 啊 济宁惊喜 福西市出手还真是不凡啊 不过也对 像赤明道祖麾下 都有近百万天仙散仙无数 赤明道祖还算是弱的 像仁族武帝层次的挥下大军就要多得多了 至于大羽人族世界 那可是上古皇族的老巢啊 大羽便是下羽 是下世的老祖 他的世界也是上古皇族盘居之地 大羽人族世界 其实根本就是上古皇族的一个超级大军营 实力强大的可怕 福西市赠予纪宁这一支军团 对整个上古人族而言九牛一毛 对了 你不是要对付吴建门吗 菩提看着纪宁道 怎么这么久 一直没有动静 上次弟子偷袭过后 吴建门现在小心翼 弟子行走三界时 心里也探查过 就算偷袭 也很难再有成果 纪宁说道 纪宁内心当然是渴望动手的 他也急啊 可他清楚 急也没用 吴建门那是何等庞然大物 自己一旦一步走错 那代价就是惨重的呀 嗯 菩提点头 还算冷静 慢慢来吧 要令吴建门低头 不是那么容易的 好好用心在你的剑法上 特别是那五宝剑术 如果你能够将整个五宝剑术炼成 就能够得到福居的传承了 那福居神神秘秘的 也不知道最后留下些什么 我们和吴建门都去探查过 根本没法得到手 看来还是必须五宝剑术炼成 且是神魔炼体才行 既宁点头 他也好奇福居道祖到底是留了些什么 毕竟福居道祖死得太离奇了 且此前竟然还安排好了一切 菩提离开了 济宁则是让九崖天神先回摘星大世界 而后他独自一人前往上古皇族的老巢 大禹人族世界 哇 乘坐虚空洲 穿梭虚空降临大禹人族世界 济宁现在不靠虚空洲 甚至都没法进行空间挪移了 因为修炼五宝剑术的缘故 乾坤大道已经忘光了 真是大气度 站在虚空洲船头 摇看浩瀚的世界 一眼看去 接连的一座座城邑分散在天地间 有些城邑甚至就在空中 这些城邑都汇聚着海量的天地元气 肉眼可见的大量天地元气漩涡 包围着一座座城邑 显然 这些城邑内的仙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导致正常的天地元气吐纳都形成了这种风暴 上古破灭后 上古皇族都迁移到了这儿 此次浩劫降临 这里更是成了巨大的兵营 济宁感慨 哟 原来是北明道友啊 远处一道身影 穿梭虚空出现 而后飞来 正是穿着兽皮 赤裸着胸膛的魁梧男子 这些上古人族强者 在年少时习惯了野蛮时穿着 即便成了神仙 依旧是这般的穿着 服屈天神 济宁也说道 这里是上古皇族的老巢 可不能乱闯 济宁也紧紧穿梭虚空后 就在这儿慢慢的等待 因为只要进入 上古皇族那边就会立即知晓 我奉有雄道族之命来接引北明道友 走吧 随我去见有雄道族吧 服屈天神说道 寄您点头 有雄道族在人族中地位颇高 虽然很少出手 可他乃是上古人族真正的最古老的几个存在之一 当初女娲娘娘初造人 有雄道族就是当初被女娲娘娘亲手造出的人族之一 因为当时他生活在一个有着一头野雄的地方 于是被称之为有雄 当初的人族太弱小了 起名字也都很随意 有雄道族那时还是个凡人 当时他还建造了自己的小部落 有雄道族的部落中 甚至还出了一位非常了不得的存在 人族五皇帝之一的皇帝 皇帝出身于有雄部落 而后崛起甚至曾经统一过人族 他便扶持皇帝令皇帝坐稳天下 黄蜂呼啸 远处君旗烈烈 一座座城邑分散各处 每一座城邑内都有着仙人大军 神魔大军 这些大军有些是从上古活到现在 有些则是诸多大世界中迁移过来的 这大羽人族世界不但仙魔多 长期在这一方大世界中的真神道族都超过了二十位 有雄道族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有雄道族的地方 这些军队进阶归有雄道族统领 福曲天神笑道 有雄道族就在最大的那座城邑内 在福摩天神的带领下 济宁见到了仁族这位古老存在 有雄道族 有雄道族 虽然适合 岁人士同样古老的存在 地位也高 可他更加低调 三界中传播的更多的是上古仁族三皇五帝的威名 很多天贤甚至都未曾听说过有雄道族 道族 济宁来了 福曲天神恭敬道 济宁见过道族 济宁也是恭敬道 这是巨大古朴的电厅 一名魁梧老者正盘膝坐在扑团上 他穿着简单的瘦皮 虚发仿佛钢针般直立着 看其面容应该是火爆脾气 当他睁开眼 眼眸中蕴含的无尽永恒 甚至扑面而来的久远古老气息 却让济宁内心不由自主的安静下来 有雄道族看着济宁 他的眼眸中有着自然而然的爱护之意 好 有雄道族笑道 女娲娘娘造人 她便是被造出来的 从人族最弱小一步步艰难走过来 对待人族晚辈每一个经验决绝的 他内心中就自然的很是爱护呵护 济宁虽然第一次见有雄道族 却不由心生尊敬 福西和我说了 这是小事 我已经安排好了 有雄道族观看着济宁微笑道 我人族难得有一个在心理上有如此成就的 你修炼不足百年就能心理第四层次 可得争口气在最终决战前心理突破到第五层次 让三界万族好好瞧瞧 我们人族也能出一个心理达到第五层次的 济宁定当竭力 济宁不由自主道 好 要的就是有气势 败了不怕 就怕连点胆气都没有 有雄道族微笑点头 抓紧时间修炼吧 在最终决战前能成真神道祖 到时候也能让我们这边实力更强一分 是 济宁没有丝毫的谦逊 他内心中已渴望成为真神道祖 三界的天神真仙太多太多了 须知 当初混沌中孕育了十大祖神 八十一位真神 十万八千天神 十万八千位呀 虽说经历了上古长久的厮杀 死了很多 经过上古破灭之战 又死了一大批 可是 毕竟还有后来者修炼达到天神真仙 再算上无剑门阵营的大量天神真仙 三界的天神真仙还是很多的 多纪宁一个 对整个大剧影响非常的小 个人的力量在大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唯有成了真神道祖才能在最终战中影响战局 师父 外面走进来一名背负着巨斧的矮壮男子 罗走 幼雄到处说道 交给纪宁吧 这矮壮男子看向纪宁 随即手中出现了一巴掌大的成义 他将这座微小成义递给了纪宁说道 白明 听问你善于统兵 你可别辜负了这些仙人 罗走天神尽管放线 纪宁回道 人族在上古从微末中崛起 因为当时修炼法门不完善 许多法门都是向神魔学 所以上古最早期的人族中修炼神魔之道的很多 到了后期 炼器法门完善后 天仙真仙才逐渐多了起来 有熊道祖看着纪宁 眼眸中有着期待 纪宁恭敬行礼随即退去 那座城义内 足足有十万天仙 千万散仙 纪宁将这些仙人都送到了自己的摘星大世界中 进行了妥善安排 并且将罗侯大阵的基础法门都传了下去 估计天仙散仙们 只需要半年时间就足以学会 可以不振了 剑仙节 五宝山上 五座巍峨的山峰刺入云雾中 纪宁正架着云雾 在第三座山峰的岩壁上观看着五宝剑术第三篇 之前五十一年的修炼 纪宁的剑力早就达到了第三层次 五宝剑术第二篇也早就完全学会了 这次去见有雄道祖让纪宁有着沉甸甸的压力 最终决战 我们这边只能赢 不能输 输 女娃阵营负灭 我仁族也要负灭 纪宁都不敢想战败的结果 不再多想仔细观看五宝剑术第三篇 五宝剑术 玄妙非常 第三篇更是让纪宁惊叹 甚至不由自主的将五宝剑术第三篇中的一些精华 融入到了明月剑术中学 广袤黑暗的世界 万丈王座上 神王左手轻轻敲击着扶手 咚咚咚的声音 在黑暗世界中回想着 没想到 这纪宁又弄出了一出来 竟然献出了混沌一族法门 伏西士还专门的为他创了一阵法 还弄了十万天仙 千万散仙给他 神王沉吟着 到底是什么法门 伏西士创的阵法 又是什么呢 虽然情报厉害 却根本得不到这些法门的详细讯息 连伏西创出的阵法 他们也查不出 纪宁的阵法 似乎创出了 暗光剑组评价颇为不凡 建立第三层次 这个纪宁和一些弱小家伙们比是切磋 竟然也能达到建立第三层次 真是 神王摇头 他本身对剑道没有多大研究 暗光剑组却是无间门阵营中一味极可怕的存在 当初在无间混沌世界 暗光剑组便是剑道最强者 不过无间混沌世界和盘古混沌世界破灭三界诞生后 暗光剑组却是要比扶居道组差些了 这纪宁心力上厉害 剑力上竟然也这么厉害 不过在第三层次 也算不得什么 神王摇头道 没什么威胁 随即神王便不再想静宁的事了 而是分心处理其他事 他需要负责整个无间门 静宁的确只是一个小人物 石碑 世界牢狱中 世界牢狱中有两个本尊分身 一个在对付真神 另一个则是在对付女子真仙 嗯 一直分心仓物剑术的纪宁睁睁开了眼 俯看下方 周围悬浮的瓶子 葫芦首环等法宝 正不断释放着水火狂风 袭击着下方 此刻对方法宝隐隐在震颤 抵抗在减弱 哼 五十六年了 他终于扛不住了 纪宁心中有着期待 在这女子真仙那儿 或许就能得到对自己帮助极大的法门或者宝物 纪宁心一动 哇 顿时 水火狂风 进阶飞回了瓶子 葫芦等法宝内去 一切恢复了瓶颈 纪宁可不愿一不小心将对方给烧成了灰烬 臣服吧 纪宁看着那女子真仙道 女子真仙也收了法宝 他冰冷看了纪宁一眼 纪宁感觉对方的坚决不由叹息道 唉 何必呢 你本身就被关押在这儿漫长岁月 臣服于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需要的仅仅是一些宝物 以及从你的记忆中得到些法门 对你本身的实力都没有丝毫影响 待他将来 你还有机会出去 别做梦了 女子真仙冰冷地看着纪宁道 你这弱小怕虫 又想让我水尽臣服 金黄 纪宁一争 纪宁搜过东群真仙的记忆 对九方混沌国一些名气大的真神真仙 自然也都认识 因为对方瘦的皮包骨头 加上对方灵魂气息 纪宁也辨认不出 所以直到现在对方爆出名字 纪宁才知道对方的身份 一个霸气十足的真仙 实力比东群真仙更强 号称金黄 金黄 女子真仙眼中有着追忆之色 都是过去了 过去了 九方混沌国覆灭 都完了 让我水尽臣服 臣服你如此一个弱者 女子真仙哈哈笑了起来 张狂的笑了起来 笑声甚至有些凄厉 哇 女子真仙就凭空消散了 魂飞魄散 只剩下七粒笑声在天地间回答 既您健壮 则是叹息 知道对方是金黄 既您就明白对方不太可能臣服了 其实 能成第一等的真仙 哪个不是傲气十足 也就被关押几个混沌剑 被折磨了性子 才有可能臣服的 可依旧还会有些宁死不愿臣服的 即便如此 纪宁也不会犹豫 他需要从世界牢狱中弄到足够力量 他想要从最终浩劫中活下去 他要救回妻子 想要让自己的女儿明月 可以快快乐乐的安然活下去 也想要让师父他们一个个活下去 所以 这些混沌异俗 既您给他们一条活路 臣服 若是不选择活路 那么 就去死吧 被称为金黄的这位女子真仙生死后 纪宁也细细探查了他所遗留之物 虽说收获颇大 却也没有纪宁最急需的重要法门 或者是混沌奇物 显然 被关押之前 身上一些用不到的宝物 恐怕早早就获了大量灵丹和仙丹了 被关押在世界牢狱 还是灵丹仙丹最是有用的 虽然 我同时使用六件宝物 释放水火狂风 可威力 还是远不如八火乾坤剑 纪宁摇头 两大分身 力分身 专门去对付真神真仙 我这一分身 还是对付天神天仙吧 天神天仙 虽然宝物要差得多 拥有利害法门的可能性极低极低 可毕竟 我能够在极段时间内 将天神天仙或是杀死 或是令其臣服 而且也能借机磨练我的明月剑术 五宝剑术第三篇 纪宁已经参悟九成 后面却越加吃力 还是得靠一次次的实战 反而能够更好的体悟五宝剑术 并且自己所创的明月剑术 当初是跟一些弱小修仙者 鄙视事出的 要和真正和自己相当的一些对手厮杀 甚至生死厮杀 才能更好的完善剑术 显然 其他地方很难找到大批量的 和自己实力相当的对手 同自己厮杀 世界牢狱中却多得很 看守者 一名瘦弱青年坐在那 抬头看着远处走来的寄宁 真仙 气息却如此弱小 古怪 按理说 看守者如此重要位置 定是我九方混动国核心才能担任 核心的仙神们 怎么可能是最弱一等的真仙 难不成 世界牢狱落入敌方之手 受死 纪宁却是一声大喝 双手持剑 直接呼啸冲上 见纪宁直接话都没多说 就直接杀了过来 这瘦弱青年大惊 随即眼中出现了疯狂之色 果真是敌人 要我死 如此弱小陈前 我先送你去死 只见瘦弱青年一声低吼 只见瘦弱的他立即肌肉鼓起 满是皱纹的皮肤也变得白皙 瞬间就从瘦弱的仿佛乞丐 变成了战神般的人物 同时他身体一晃 更是出现了四张面孔 足足八条手臂 八条手臂上都拿着黑色风棍的七一法宝 也低吼着朝纪宁冲去 一族守死吧 纪宁将对方看作混沌一族 对方同样将纪宁看作混沌一族 当当当 剑光闪烁 棍影飞舞 纪宁一个照面就倒飞了出去 将地面都撞击的离出了一条深沟 跟着纪宁就是一晃身 化为三头六臂 分别持着六柄仙剑 师父说的没错 真正要完善无保险术 还是得和强者厮杀 纪宁眼中满是炽热 再度飞扑过去 一时间双方打他周围 大地崩裂 疯狂无比 那囚犯有四面八臂的神通 且棍法玄妙 被关押这么久的岁月 他没事也在参悟 棍法也是更加了得 要比纪宁的明月剑术厉害得多 打得纪宁完全处于下风 幸好纪宁有八九玄弓神通护体 即便偶尔中招 也是丝毫无伤 纪宁也没用摘心手和心力 摘心手太过消耗神力了 而如果用心理厮杀 消耗也太快 纪宁是要完善剑术 仗着八九玄弓 虽然完全被压制 可纪宁还是拼杀着 盖茨 这是什么护体神通 他神魔一刀 明明也就是天神 神体怎么这么厉害 青年大吉 就算在九方混动国 厉害的护体神通也很珍贵 想要在天神层次 就将神体修炼得媲美纯阳极致 但是太难了 像纪宁另一分神正在对付的那名真神 神体也就和纪宁相当罢了 其实在三界当中 纪宁先是得到八九玄弓 如此珍贵的法门 而后因为大厦战争缘故 赤明道祖感谢他 才送了那么多的大罗金丹 令纪宁修炼成功的 这么下去 我神力不断消耗 一旦消耗殆尽 我就死定了 青年焦急愤怒 即便我死 也不能让这一族好受 一族死 青年全身都隐隐出现红光 显然又施展了某种爆发的神通 以时间威能顿时大增 可纪宁明显擅长防守 八九玄弓 令敌方伤不了 完全能继续扛着 熬战了半个时辰 这名囚犯的手段 纪宁已经完全的熟悉了 来来回回 不过是重复一些攻击手段罢了 对自己的剑术 已经没有完善的作用了 宅兴手 心力 无影 只见纪宁手中的剑 瞬间变得模糊 那名青年 有着四张面孔的头颅 顿时抛弃 抛飞的头颅眼睛中满是震惊和惊恶 明明自己压制着对方 怎么对方一下子爆发就超越他了 他却不知 宅兴手神通 以及心力第四层 令纪宁实力瞬间完全压制对方了 对方压制纪宁 打纪宁十次百次 纪宁八九玄弓 丝毫无损 纪宁压制对方 一剑便斩首 可见护体神通是何等之重要 可惜 既您得到的七大法门中的不坏之身 越往后 代价越高 即便是福西士菩提他们看了一眼 就抛之脑后了 因为所需的一些混沌奇物 有些他们听都没听过 谁 抛肥的脑袋又飞回 连在身体上了 嗯 青年住眉疑惑的看着纪宁 一族 你怎么不杀我 能断自己脑袋 完全可以紧接着粉碎自己身体 可以一鼓作气 完全灭杀自己 可对方竟然任由自己脑袋飞回 听闻九方混沌国中的先神实力颇为了得 我也很是手痒 所以便来鄙视一番 纪宁笑道 鄙视 青年瞠目结舌 你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你能杀掉我 青年一争 是 护体神通那般厉害 同层次的强者便没法直接强行击杀 只能进行镇压 是了 就算我镇压了你 长期下去 耗费神力太多 我还是会死 青年摇头 他却不知 纪宁可是 还有另外一尊分身的 就算九方混沌国的天神天仙 拥有强大实力 将他的一尊分身镇压了 另外一尊分身 用八火乾坤戒慢慢烧 也足以烧死任何一个天神天仙 烧真神真仙 要数十年功夫 烧天神天仙 那可就快多了 我九方混沌国 到底怎么了 还有 你到底要怎么样 青年看着纪宁 片刻后 纪宁的寻寻善诱下 青年还是选择了臣服 毕竟实力上 纪宁比他强 心力抵触也就相对弱多了 你如果真要和我比试 先收服我 而后再比试 你我都压制力量 这样不就省神力了 青年有些不甘 刚才一场大战 可是消耗很多神力的 先收服了你 你岂会和我拼命 纪宁摇头 心中没了拼命的杀意 厮杀起来是完全不同的 收了这青年 搜查记忆后 纪宁则是先去了石碑的那一混沌空间中 去恢复神力 石碑的混沌空间 也就数百丈长宽 却和世界牢狱完全隔离 因为这混沌空间 就是让看守者待的 显在混沌空间内 因为九方国主炼制的缘故 还将混沌化为了天地元气 像之前一代代看守者 偶尔在世界牢狱闲逛 大多时候都是在混沌空间中 进修的 恢复了神力法力后 纪宁先是琢磨五宝剑术 又完善了一番明月剑术 又再去找那青年 必是多次 耗费了一个月时间 纪宁才去对付下一名天神天仙 就这么的 纪宁开始在世界牢狱中 大规模的对付天神天仙 世界牢狱虽然很大 可天神天仙并不多 毕竟有资格关押在这儿的地位 都不一般 纪宁每和一名天神天仙厮杀 都非常的谨慎认真 厮杀后都会不断的思索 完善剑法 明月剑术不断的被完善 威能越加强大 转眼又过了四十余年 纪宁扫荡了超过四百名的天神天仙 须知 整个十七世界牢狱中的天神天仙 也就勉强超过一千位 再超四百名天神天仙 为纪宁贡献了诸多宝物 甚至还得到了两件先天灵宝 纯阳法宝却是多的离谱了 纪宁也不由感叹 九方混沌国和三界就是不同 三界中 这些纯阳法宝价值都算很高了 厉害些的天神真仙 一般都有先天灵宝在身 可九方混沌国 先天灵宝却罕见 可一套套强大的纯阳法宝却是多得很 从搜索的记忆来看 对方的炼制法宝相对而言 比三界要厉害 所以炼制出那么多的法宝来 轰 八大真火仿佛神龙围绕着那名绿法男子 已经八十二年了 纪宁用八火乾坤戒足足烧了这绿法男子八十二年 对这位真神而言 每一年都比亿万年岁月都难熬 他的神力不断消耗 却又没有补充 停下 绿法男子终于开口了 纪宁则是分身在思索着剑法呢 八十二年 他一直无聊得很 只是偶尔稍微输入些法力即可 他的心思主要都是在剑法上 现在一听到声音 纪宁立即惊醒过来 一看到那绿法男子看过来 纪宁笑了 对方若是想要找死 恐怕不会开口 宁可最终活活烧死 可既然开口了 恐怕很可能要臣服 纪宁之前对付的都是两名真仙 这可是第一个可能臣服的真神了 或许就有意外的收获